第23回 昨天說到 小如兒將小仙女一搭搭在地上 跟著 一搏搏上去 壓在她身上 用兩隻手 飛這麼快 將可以摸得到的月位 全部不理三七二十一 點住先 鐵心蘭真的又驚又喜 她說 如兒 你 你什麼這麼聰明 我早就告訴你 她打不死我的 我用藥水來浸大的 人家是喝奶大的 我吃藥大的 莫說說她 就算是出手給她重十倍的人 不需要打得我起不了身 但是 正說你 我正說是特意炸地來騙她 讓她不提防我 然後我又激怒她 激怒她 渣渣跳 她就入我靈了 鐵心蘭 直至閉嘴 不哭 但是還有點不放心 她說 你 你 你真是沒事了 當然沒事了 你聽我 呃 整身銅皮鐵骨 任她那兩隻又白又亂的手仔 怎麼打都沒事 你知不知道 她的拳頭仔打在我身上 簡直好像彈棉花 各位 她把口雖然在這裡認 其實 她就身痛得不得了 現在的骨頭 好像被人打得散了 她挖著小仙女說 怎樣 現在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小仙女閉上雙眼 嘩 眼淚 巴巴聲流下來 小儀大笑著說 哈哈 你哭都沒用了 我說過要還幾多拳給你 就要還幾多拳給你 我一拳都會笑的 噗噗噗噗噗 嘩 她真的連氣打了四拳 打得好大力 小仙女咬著牙 眉上雙眼 君亭都不亭 小儀就說 怎樣 求我啦 求我放過你啦 那我就打少你幾拳 小仙女大喊說 你這個惡賊 你打死我啦 小儀立刻啪聲一巴打過去 打到她立刻收了聲 鐵心蘭就說 算了 你就放過她啦 哼 放過她 她為什麼不放過我 她剛才說為什麼不放過我 我說過了 要脫掉她的衣服 吊她在樹上打 小仙女立刻說 你敢 你若果真是 我 我死了都不放過你 真是好笑啦 你生丫丫丫我都不怕 何況你死了 她一撿起小仙女的頭髮 將她整個人斥起 左右開工 啪啪啪啪 打了她四大巴 然後笑著說 哼 你剛才打人的時候 你又不知道自己多狠 啊 她越說越生氣 邪聲一下 就真的撕開了小仙女的衣服 小仙女整個白痴痴的肩子露了出來 她說 你 你這個惡魔 小魚兒笑著說 哈哈 罵吧 罵得好聽嗎 我聽聽都無所謂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一點都不會罵人的 閉嘴啦 她居然從地上一渣 炸起爛泥 就打算塞進小仙女的嘴裡 嘩 這麼骯髒得見 小仙女這魂怕啦 最後 她就哭著說 我求你 我求你 放過我 放過我啦 小魚大笑了她說 好 你最後求我放過你啦 你記住呀 小仙女哭得真是淒涼 她畢竟是個女仔 她畢竟年紀更小 第一次上到 被人欺負的滋味 小魚兒大笑著 將她一丟 丟在地上 然後說 好了 我放過你啦 她再也不看小仙女一眼 轉過身 扶起鐵心蘭 吹了下口哨 叫了聲 小白菜 小白菜 那匹小白馬 真是跟她有緣份的 跑回來了 小魚兒就笑著說 白菜兄 這一魂辛苦你啦 搭我們兩個一程啦 到了前邊 我一定好好地請你吃一餐 喝兩杯 她扶著鐵心蘭上了馬 自己 亦都上了馬 這匹馬雖然是小一點 但是挺好力的 搭著她兩個 就向前面跑了 小魚兒大笑著說 哈哈 小仙女 再見啦 不是不是 還是不要再見好過啦 她就是這樣 揚唱而去啦 留下一個 動都不動的小仙女 在地上那裡猛哭 那兩個人 坐在馬背上面 躲得好實 鐵心蘭呢 就覺得身體又輕又軟 好像躲在床上那樣 既不願意動 亦都不願意說說話 小仙女的哭聲 終於聽不到了 鐵心蘭探了一口氣 她說 唉 你真是張禎的黑星來呀 哼 什麼說呀 她遇到我呀 當客啦 我真是想不到 你打架那麼狼 那麼不怕死的 哈哈 我或者是個壞蛋都不頂 但是絕對不是那些無膽匪女 人家想要我做什麼都疑 但是要我認壞仔呀 好難呀 沒錯 你就算壞 都壞得像個男子漢 星光 月色 都好美 銀白色的月光 將他們的身影 照在地上 他們兩個人的影 幾乎已經變成一個人了 又過了一陣 鐵心蘭又問 你知不知 小仙女張禎 為什麼事要搶我那張藏真圖呀 哼 還要審呀 當然是見財起心呀 那你就錯啦 她手段雖然毒辣 但是她不是壞人來的 哈哈 這樣就好笑了 她 難道是好人呀 難道 好人要殺你 壞人要救你 什麼時候有聽我說的事呀 我跟你說正經呀 她要搶我的藏真圖 是因為她娘 和這批藏真主人 有很密切的關係呀 噢 這樣呀 她都已經這麼兇了 她娘 不用審當然是個母夜叉啦 她娘 不僅不是個母夜叉 還是昔日江湖中 一位很有名的美人來 只要見過她的男人 沒有一個不讓她迷到神魂顛倒的 哈 有這樣的人嗎 嗯 那我真是想見一下她呀 可惜你出生遲了幾年呀 她現在已經老了 江湖中老一輩的人 聽到玉娘子張三娘這個名字呀 都會心跳的 咦咦咦 那你為什麼不說 可惜她出生早了幾年 見不到我呀 對了喂喂喂 小仙女的父親是個什麼人呀 我都不清楚呀 嗯 沒錯沒錯沒錯 哈哈哈 有名的美人他們的子女呢 的確很多都找不到自己的父親 因為可能是他們父親的人 唉太多了太多了 鐵心男立刻揭一聲笑一笑他說 你不要這樣想啦 想歪了 玉娘子呀 雖然 美麗如玉 江湖中追求她的男人雖然多 但是 他就是看得上一個人的 噢 那誰有那麼好面福呀 說來聽 就是那些藏真的主人呀 叫做燕南天呀 咦 燕南天 什麼你都聽說過這個名字嗎 呃 我 我好像呀 聽過 但是忘了 你若聽過這個名字 就應該知道 他本來是昔日江湖中最有名的劍客 他的劍法呀 至今 沒有一個人能夠給得上的 他生得呢 雖然 就不算英俊 但是 他是江湖中 最有男人氣概的男子漢來的 不過可惜啦 我都 出生遲了幾年見不到他了 那 你是不是要我 幫你去找到他 你都找不到他了 誰都找不到他了 江湖中傳聞 十幾年前呀 他不知為了什麼 闖入了惡人谷 那麼自此呢 就沒有再出來了 他雖然劍法無敵 但是遇到那麼多個惡人 還哪有得出來呀 哦 那麼 那張藏真圖呢 聽說就是他入谷之前留下的 他似乎入谷的時候呀 就知道 必死無疑的了 所以 就將他生前搜集到的古門真寶 以及他無敵天下的劍譜 全部 藏實在那 很隱蔽的地方 如果沒有那張圖呀 誰都找不到的 小魚 聽到這裏 暗了進口 他說 啊 哼 真寶呢 就不一定那麼吸引 但是劍譜的確令人眼紅的 誰得了這個劍譜 誰就可以無敵於天下了 嗯 難怪那麼多人要來搶啦 不過小仙女呀 都不是為了這個劍譜的 他是為了要安慰他的娘親呀 哎呀 小魚兒你看 什麼來的 你看呀 小魚兒笑一笑話 哼哼 我早就看到了 地下多了個人影的嘛 哎呀 各位 各位 他們講講一下 果然 地下真是多了個人影 就站在小魚兒身後面的馬屁股上面 但是小魚兒他們 還照樣打馬向前跑 這馬也都絲毫無感覺 小魚兒雖然沉得住氣 但是鐵心難驚呀 他抱著小魚兒的手 薄命一搓搓馬僵繩 那隻馬一聲詳細就弱起了 鐵心難立刻啼啼聲 錄了下馬 接著 就聽到一個人冷冰冰的說 你怕什麼 我若果要拿你們的命 早就渣都沒有了 我若果怕你的 早就跳下馬了 沒錯 沒錯 你這個人 好有意思 我早就看出你 好有意思 想跟你做個朋友 所以 是跟著你來的 哎呀 這把聲真是又佔又高 好像是金屬鑄成的 鐵心難呢 爬回你身 擔心頭望下 看見一個身材又好瘦 好鞭細的黑衣人 輕飄飄的 站在馬屁股上面 始終是黏在上面的紙人 他不僅全身 都被一件閃閃發光的緊身衣包得緊緊緊 那塊臉呢 亦都看著漆黑的面具 那不僅是打出那對黑白分明的眼 在儀式之中 砍下砍下 嘿嘿 真是說不出來那麼恐怖 鐵心難就說了 哈 你難道就是黑蜘蛛呀 哈 沒錯 你居然認得我 啊 你 你怎麼會來到這裡 我本來 是為你來的 但是見到這個年輕人 覺得他好有趣 比藏真圖有趣得多 我想跟他做個朋友 唯有 放棄那張藏真圖 小魚哈哈大笑的話 哈哈哈哈 想不到 居然有人 將我看得比藏真圖更貴重 好 這種朋友 我亦願意交 不過 黑蜘蛛 你的名字難聽一點 你連黑蜘蛛這個名字都沒聽過 簡直是孤流寡聞 當禁江湖之中 不知道我的名字 怎在江湖中撈 嘿 喂 你是何時跟著我 我看著你 我看著你 將白馬就塗成花馬 那麼奇怪 我為什麼不知道 呵呵 我若想跟著一個人 就算跟著一輩子 那個人都不會知道 我若不想被人見到 當今天下 又有誰見到我的影 小魚兒跳下馬 看著他搖來搖去的身體 他笑著說 呵呵 你年紀小小 喂 口氣都幾大 什麼 你說我年紀小 咦 我聽你說話都聽到了 就算我年紀小 都做得你阿叔 阿伯 阿伯 不過 我既然想跟你做朋友 亦都無謂阿倚路埋路 你就叫我大哥啦 小魚兒笑著說 哈哈哈哈 大哥 你比我還小 你叫我大哥差不多 哼 江湖中 幾多人求我 要叫我一聲大哥 都被我一個個踢了 我被你叫 你撿到了 鐵心蘭立刻站起來 猛地向小魚兒打眼色 小魚兒好像看不到 還笑著說 好 黑小魚兒 喂 幾好本事呀 你叫我什麼 黑小魚兒 喂 這樣啦 喝兩杯咧 呵呵呵аю 你知不知道 快快大難臨頭啦 各位 江湖中全民 黑之珠這個人 就不會four 大話 它有大難臨頭 金魚兒 2012.7 廣州汽車音樂電台 每日中12點到1點 好戲連場 一連兩集接著聽 這期熱播好戲 絕代雙嬌 稍後繼續播講